最新宣传片 以色列军宣誓捍卫国土 而对他们来说 保驾卫国的手段之一 就是对加萨窒息式轰炸 前一团爆炸烟雾还没飘散 下一枚飞弹又来了 不论白天晚上 以色列军号称 每天平均轰炸加萨205次 对着天放声哭吼 加萨平民又成了 以色列飞弹的牺牲者 听到爆炸声 撞钉冲上前挖开瓦力堆 旁边家属召集哭喊 这样的悲剧天天反复上演 但以色列并没有要停手的意思 但加萨南半边根本就不安全 一军飞弹照样狂炸南部 甘有疑似 一枚空射飞弹 整个家族20甚至30人 一起没了性命 死亡人数持续上升 加萨人无处可逃 TVBS新闻众报导